这个很重要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念佛能够以阿弥陀佛相运 能够用这个心 当你用这个心念到专到一定的程度 专就是定 是指定的意思 不要说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就是平常的人 当你的心专到一定的程度 就是你心已经定下来了 念到这种定了定功了 很多境界都会出现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看有一些人很多喜欢静坐 喜欢打坐 当他心入定的时候 你想一想 什么样的境界能够出来 都是他的智慧 他那个智慧一开心出来了 不可思议的动作 所以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 走到哪里 行住坐卧 那个心都是在定的 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绑倒他的 因为他身上都是智慧 身上上上下下都是智慧 你说哪一件事能够绑倒他的 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遇到事情 每一件事情遇到的时候 进不去考验 为什么没有智慧 为什么没有智慧 心浮气躁 所以你要锻炼 在这个生活里面 讲话 在生活里面 日常生活里面 勤心动炼 你要锻炼 锻炼什么 你那个心要静下来 要学习这种的功夫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保持那个心 能够静 今天你念佛不得了 真的 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在你的眼里 他不会来绑倒你的 而且所看到的事情 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那个佛陀的弟子 周利盘特 那个笨 很笨 笨到什么程度 没办法用语言的形容 你看 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 释迦牟尼佛真的太了不起 人家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他能够帮他解决问题 很简单 用一个烧帕 烧除无成果 烧除无成果 每天都是这样的 在念这个四句 没讲到 念到最后 证果了 我们天天扫地 我们天天扫地 不在扫什么 也没有正果 也没有 心 也没有清静 也没有 越扫 烦恼越多 真的 你看 师父有时候在扫地的时候 也真的在想 哎呀 为什么这么脏 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 很脏 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 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脏 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多烦恼 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多的毛病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只是眼睛常常往外面的去看 从来没有去从你的内心的世界去思维 去观察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 所以无论佛号念得多好 只是重在外表而已 你从来没有从在主在你的内心的那个世界 你那个世界其实很美好的 从你这个世界一发出来的 你所看到的都是非常的完美 你的内心如果不完美 无论你怎么用功怎么努力 你所看到的都是烦恼的 所以中文果实叫我们怎么样 从你的内心开始 所以古人常常有这样讲一句话 讲什么呢 今成所至今时未开 就讲这个道理 当你心 专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 来阻拦你的 来障碍你的 就像我们念佛也是一样 当你那个念佛 专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很多境界会出现 你的清净心 所以你看那个海贤老儿上 海贤老儿上 对于西方体的世界常常会看得到 为什么 心净嘛 他常常看到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都是阿弥陀佛嘛 那个心很重要的 人都比较uxed 吗 我会站在去 然后再读你